大家好,我是絕面,那今天的絕面玩什麼呢? 我可以介紹的是Fold Up 6極限技術6 這一款在XBOX平台上面的獨家賽車遊戲 那這款遊戲其實作為一個擬真賽車遊戲 它擁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如果各位是愛車人士的話 或是XBOX的玩家應該都知道這款遊戲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是第一次玩這一個系列的遊戲 那它的一些遊戲特色算是非常吸引我 所以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它的頁面 然後總共有幾種賽事 包括職業賽、自由賽事、多人比賽跟聯賽 只是多人比賽跟聯賽算是多人連線部分 它需要XBOX的金會員才能夠玩 如果你只有玩這個遊戲卻沒有金會員的話呢 你只能夠玩它的職業賽跟自由賽事的部分 那它另外一個很令人為人稱道 是它的車輛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你真遊戲它的一個特色就是 裡面出現的車輛都是真實的車輛 可能是歷史上的名車 或是當代經典的跑車 甚至是一些概念車都有可能 給大家看一下它是按照車廠排列的 所以它跟全世界上極大多數的賽車廠都有合作 像是一些很經典的 我們常常看到的一些房車 像奧迪啊 賓利啊 B&W啊 布卡迪啊 甚至藍寶堅尼都有啊 所以基本上非常非常多的車廠 那這一次 這一代它主打的是這一台福特的這一台 所以基本上呢 我就直接用這一台跑給大家看 我來選擇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遊戲是怎麼玩的 自由賽事是比較簡 是比較單純的 就是你可以選你想要的車子 然後選你想要的賽道來進行比賽 所以我們這邊來選取車輛 我們來選剛剛講的那一台福特 那理論上呢 你只能用你車庫裡有的車子去跑比賽 那如果你沒有那台車 就是如果你沒有錢 就是你沒有裡面的遊戲幣去買那台車的話 你也可以用租的 但是用租的缺點是你沒辦法改塗裝 然後也沒有辦法去 也沒有辦法得到經驗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福特這一台車 福特這一台GT 2017年喔 它上面寫2017年就是類似預計在2017年會上市 所以這應該算是搶先發佈的一個概念車 並且現在才2015年的也頂多接近年底而已 所以我們直接選這台車 接下來我們來選賽道 這一代的福特的一個很特色的點就是 它當然賽道都是真實的賽道之外 就是世界上知名的賽道直接原封不動把它搬過來之外 你看它除了晴天之外呢 還有這個像下雨天 還有還有晚上 就是所謂的晚上 只是剛好那個賽道沒有晚上 我看一下 這個就是晚上 還有晚上跟下雨天的模式 那晚上跟下雨天的模式 除了背景的顏色 背景的天氣不一樣之外呢 晚上的話它整個視線會受到阻礙 然後下雨天的話呢 除了視線會受到水滴的阻礙之外呢 它整個抓地力也會差非常多 所以我們直接開這一台的 開這個賽道給大家看 這是法國的賽道 是德國 應該是德國賽道 對不起 那我們直接開始比賽 給大家看一下 一開始在晴天 會是什麼樣子 接下來馬上要進入到比賽了 可以看到這台就是我們的福特GT 那我們就直接的來開始比賽 那福特GT這一台車 算是這一代的 4.6的封面主打 應該是主打 主要是主打這一台車 那可以看到 一開始可以看到 它有幾個不同的視角 這是在車子裡面的視角 算是第一人稱視角 那第一人稱視角 要去習慣它 如果沒有習慣第一人稱視角 其實不好開 我自己本身還沒有很習慣 第一人稱視角 但是我先開一陣子給大家看 那開場的過彎是很容易出大車禍 這邊要特別的小心 好 這邊過彎沒有問題 但是前面才第12名啊 前面還有11台車 我這邊把它改成 探PP模式 改成第三人車模式 好 這樣就第三人車模式了 那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遊戲其實 還是有很多很體貼新手的地方 例如你看地上的那個 地上的那個箭頭 這個箭頭其實就是跟你講說 你最好順著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走 過彎不知道怎麼去過彎 怎麼去切 你可以順著這個箭頭走 那除了幫你把路線畫出來之外呢 它還會有顏色 藍色代表叫你要減速了 come down嘛 藍色 那紅色代表你可以加速 那當然因為我是高端玩家 所以我不一定要照著它的這個路線走 我也是可以 開得很好的齁 而且畢竟福特這台GT這台車 整體的性能相當優異啊 所以呢 直接割在過彎就要把它切過去 沒有問題 好了 但是要注意這個遊戲 它不是什麼頭文之低齁 所以 如果你要走什麼水溝蓋跑法的話 你要去注意它那個地面的材質 如果地面的材質不是這種柏油路 你的速度 就算水溝蓋跑法路徑比較短 但是你速度會瞬間降下來 但是你真的賽車 所以其實 在各部分都模擬的非常像 如果你開到的不是柏油路 是其他的材質的話 你馬上 手把就會有一個震動去警告你 所以你現在在 跑的路線是 會減速的 你看我現在馬上就被超越了齁 所以這邊要再 要再過完把它拉回來 喔 這台應該是奧迪是不是 在我左邊這台 不管齁 一個神超速 好啦各位 那經過一番激戰之後 我現在已經第二名了齁 我現在就要超越這個第一名 給大家看 各位一個神超 唉 你看現在這個神超沒有超好嘛 那 那沒關係 這邊還有一個彎道 啊 可惡 又被它跑掉 這個遊戲其實有很貼心的一個點 就是 如果你在 單機跑不好的話 就跟AI跑不好的話 你可以回轉 其實我剛剛已經把它倒回去 算了我回轉給大家看 你看我按Y 按Y 就是如果你撞車了 或是沒有跑好 你可以回轉 然後回轉到一個定點 再按A繼續 但是 倒轉一次 我還是超越它齁 基本上呢 還是要靠彎道 因為它是 它是 真實 比較偏真實風格的 賽車遊戲 所以真實的賽車 除了直線加速外 就是要在彎道的一個大切小切 去做一個 確實的 確實的一個甩尾 甚至是 甚至是碰撞敵人 讓它 讓它偏離那個 偏離它的軌道 所以呢 它並不像一些 動作類型 或是歡樂類型的賽車遊戲 有什麼道具可以使用 這並沒有 所以還是 都考驗到你的真實的跑法 你看現在就跑很爛嘛 這時候呢 哥就一個神迴轉 所以是也可以順便挽救一下 自己的一個自信心 沒有 剛剛顧著講解 實力絕對不止 不止 那 這個遊戲 它 它除了賽車是真實之外 它的賽道也是真實的 那賽道是真實的話呢 所以賽道非常的大 那賽道非常的大的一個情況下 你要開非常的久 所以如果你平常沒有 之前沒有接觸過這種風格的賽車遊戲的話 你會一開始有點不適應 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一場比賽一圈 要跑三分鐘 然後一直跑個三圈要十分鐘 超過十分鐘 就會覺得 欸好像跑得有點久 但 因為其他的 比較娛樂性質的賽車遊戲 可能 三四分鐘就有一場 兩三分鐘就有一場 那這個要跑十分鐘 一開始會覺得 步調有點慢 但是跑久了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 還蠻好玩的 就是你跑得越久 你對這台車子的性能 轉彎啊 加速啊 抓地力 各種方面的細節 你會更加的熟悉之外 其實 還蠻能夠 就是這個遊戲算是可以 沉浸心靈喔 這不是打嘴砲 這玩久了就覺得 心情蠻好的 而且 他的那個背景音樂 非常的好聽喔 就是很 應該是知名樂團 所 所譜的這種交響樂 所以其實 背景音樂是很紓壓 是很紓壓的一款遊戲 好的各位 我們這邊就要順利的 拿下第一名喔 一點難度都沒有 那主要還是因為我的技術比較高端啦 你們來玩可能大概就23 24名了 那各位那接下來呢 要為各位 跑的是在雨天的賽道當中呢 雨天的一個影響在什麼 這邊順便換一台車喔 我換的是奧迪的TT 這台車也可以算是經典的 雙門 轎跑車啦 那 這台車當然速度不會很快 但是 它這個遊戲也很貼心的 會 針對你的 車子的級距給你不同的對手 所以這場理論上 我們對手會比較弱 那可以看到在雨天當中呢 這個下雨天啊 視線除了受到影響之外 抓地力也會差很多 所以待會 我們要看到 這過彎可能就有很多車會滑出去 那特別特別的小心 你看這邊有個水坑 在水坑的時候 手把除了會震動之外 也很容易打滑 這邊來切成第三人撐喔 這個 這不用第三人撐跑 我跑不好啊 我第一人撐還是沒有練琴 哇哩咧 超車 能忍 過彎 這邊 追過他們喔 走開 好 是剛好我這台車的塗裝是 亮銀色的 配上雨滴之後有點 有點噁心 顆粒顆粒的感覺 那應該要改一下塗裝 再來跑這台 再來跑這張圖喔 你看我剛剛不小心打滑 就跑到那個草地上面了 整個瞬間速度就掉下來 所以其實下雨天的賽道 對於技巧的討厭 當然無疑是又更多的喔 包括煞車啊 過彎甚至要避開那個水道 那沒有關係啊 我們這邊還是慢慢的 慢慢的 超車了喔 這邊看有沒有辦法 跑到第一名 不要回轉 看有沒有辦法 跑到第一名 應該是有機會啊 這遊戲其實我已經上手了 還好欸 沒什麼問題啊 只是過彎要特別小心啊 而且 隨便煞車就會打滑 所以反而有時候不煞車還比較好 雨天的時候 好我們這邊已經來到第四名了 走開 可惡啊 那邊這樣超越我 說好的第四名 這台是福特欸 剛剛我們開了那台福特GD 好第三名 剩兩台 前面一個大過彎 大過彎通常是很好的機會去 超前對手 當然也是很好的機會打滑啊 好的駕駛帶你上天堂啊 好的駕駛帶你上天堂啊 像哥就是這樣子喔 前面這台應該是 一台經典的 跑車 但是 不好意思喔 哥超越你囉 好啦各位就是我們雨天的賽道啊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整個 整個下雨的感覺 算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而且 比較難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用手把在玩 它那個力回饋的感覺 其實很好 就是我覺得甚至 這一個 這個下雨天的模式玩久了 也會改 也會改善 真實在開車上面 在雨天開車上面的一個 技巧喔 好的那在看完 4.6的賽車跟賽道的表現之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你真賽是它的 你真賽車遊戲它的一個 很大的特色是 車子的改裝部分 所以它分成了調校跟改裝 調校是在比較偏向 車子性能的部分喔 所以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呃...調校 如果我們選升級商店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包括從引擎 底盤 傳動 輪胎 空力套件 還有其他小細節 去做改裝喔 所以其實假設 以一個 保險桿來說 這邊你看奧迪 這是原廠的保險桿 那你可以再去加裝一些 他場的 賽車版本的保險桿 那尾翼的部分也是 你可以去加裝一個尾翼喔 看你個人的喜好 那加裝上去之後 你看 他就會跟你講說 你的車速 這邊原本車速是7.4 加在尾翼之後 車速會下降 但是操控會上升 可能包括過彎 包括抓地力 是會增加的 但是加速力 可能會受到一點影響 這個就是你自己 要去拿捏 這是可以玩到很細節的部分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那種 比較不是重度的賽車玩家 那這邊還是有提供 我所謂的快速升級給大家 那所謂的快速升級就是 在這個遊戲裡面 他把車子分成了 B等 A等 S等跟R等 那越右邊的等級越高 所以像現在我這一台奧迪是 A等 那如果我要參加 S等的賽事 或是R等的賽事 他就會建議你要不要升級到 S等或R等 那如果這邊選擇 S等 他就會自動去計算 需要升級什麼樣的部分 然後需要多少錢 你看我現在升級的S等 要四萬五千塊 蠻多錢的 所以其實他 他還是有一個比較針對 輕度玩家的一些設計 那除了在效能的調教之外 車體的改裝也是算他一個 很好玩的一個功能 這邊有各種客製化的改裝 你可以選塗裝 塗裝的話 就是選自己的 車身的顏色 你看喔 這邊我就可以選顏色 我可以去把它選成 計程車的 黃色阿 甚至 是 呃 這是一般色彩 一般色彩就是RGB 各種顏色你就可以選 那這是車場色彩 車場的色彩代表的是 車艙 真實的奧迪 有出過的顏色 他就把它擺在這裡 所以真實的奧迪 其實是有出過這些顏色的 光它擺就有三種白 真實奧迪 然後一些很下趴的色彩 像一些煙燻的這種 這種霧面的色阿 或者是一些迷彩的顏色阿 一些很莫名其妙的顏色 都會出現在這裡 所以其實光是 你自己要塗裝 他就有很多玩法 可以去塗 那甚至引擎蓋 你也可以去改顏色 就是除了車車完之後 你可以去改引擎蓋的顏色 可以去改一些很奇怪的顏色 都ok的 那如果你不想花那麼多時間 在改塗裝 但是又希望車子很特殊 而不只是單純一個顏色的話 這邊有一個尋找設計的功能 你非常的好用 他們直接去下載說 這一台車在全世界的 非常複雜的玩家裡面 有哪些人改好車 然後去參考給你看 所以這邊看到幾個比較熱門的 那你就可以去選別人設計好 然後直接套用在 套用在你的身上 這幾台怎麼覺得都沒有很好看 好啦選這台啦 這台感覺是蠻有特色的 好你看這邊看到熱門度是五顆星 所以這邊呢我們就按下A 它就會自動的把它套用在你的車輛上面 所以其實它有很多懶人 然後貼心花的設計 然後讓你的車子有 各式各樣不同的一個長相 這邊來看一下套用之後的長相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推到這裡你看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我們的車子就會變成這台 比較原本TT是比較 叫跑車的感覺 但是改成這種塗裝之後 就真的是比較像賽車了 那這個遊戲有另外一個很酷的點 你看這邊按下X就叫Forza Vista 那Forza Vista就是 就是擬真賽車的另外一個要點 就是你看喔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鏡 它的一個 它要去介紹這一台車 還有這一個車的品牌 所以非常 有點像在看Discovery的感覺 那因為Xbox有去做中文化 所以它中文化的非常的好 那我這邊就跳過 我這邊就跳過 好啦那以上是我們這一次的 Forza VI極限競速的介紹 總結我對這個遊戲的看法 那我平常比較玩 比較多的是動作遊戲 那對於這樣子的 擬真賽車遊戲對我來說 我覺得Forza Vista表現還是比較好的 而且大家如果 有去看 它的一個評分 媒體世界各國媒體給它 遊戲媒體給它評分的話 它的評分是非常高的 那包括整體在力回饋 賽道上面 物理引擎的表現上面 我個人還是滿滿意的 所以如果各位 有要玩入門 要玩任何賽車遊戲的話 我覺得Forza系列 尤其是這一代 Forza VI 算是大家可以考慮的一個系列 那當然還是有些缺點 那來講一下我認為的缺點 我認為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缺點就是 它在讀取地圖的時候 因為它的地圖很大 它是真實賽道 直接把它灌進來 那我用的Xbox 又是傳統硬碟 所以其實讀取賽道 需要花一點點的時間 這一點算是平常 我用PC再用SSD上面 會比較有落差的感覺 但是如果各位懂得改機 或是未來有買那種 比較硬碟比較快的Xbox版本 我想這個問題 就會獲得比較大的改善 那以上是我們今天的 9man玩什麼的介紹 那之後我也會持續的 做更多影片 去介紹包括家機 跟PC的遊戲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幫我點個讚喔 我們就下次見囉 晚安 掰掰